最近江慧在微博上公开一张成年老照片 要粉丝不要去猜 这是什么时候拍的 你知道这张照片有多少年历史了吗 马上回来锁定东森新闻 艺人江慧最近在微博上公开一张 歌迷帮他保留的成年照片 江慧看到自己旧照说 感觉跟现在没差多少吗 但是要粉丝别问 这是几年前拍的 有平面媒体根据推算 这张照片应该有29年历史了 这是现在的台语天后江慧 泛黄老照片主角也是他 当年的江慧长发 鸽子衬衫配白裤 摆出帅气动作 照片是歌迷保存的 最近江慧把照片上传到微博 自夸以前跟现在没差多少 但要歌迷别问照片何时拍的忘了 但江慧曾经接受东森新闻专访 跟我们分享他的儿时旧照 我小时候的时候是很高 就是比一般同学来讲 我还算很高 真的是手长脚长的 把江慧小时候跟长大照片比比 同样额蛋脸同样大眼 也许是黑白照 没有江慧亲自指出他在哪 还真认不出天后小时候模样 小时候家境不太好 江慧记忆中童年几乎很少照相 这张恐怕是数国仅存 一家人的合照 十二岁出道到处走唱 踏入歌坛后发行过四十多张专辑 早期专辑封面照造型多变 有长发清秀样 大卷发高角度刘海 而现在江慧把旧照跟网友分享 虽然忘了几年拍的 但平面媒体推敲 江慧这张旧照应该是 二十九年前发行的专辑照 至于当时多大 就别细问 毕竟年龄可是女人的秘密 东三新闻 临近王振宇在台北报道 翻出珍贵影片 八零年来的江慧造型夸张 但跟九零年代 还有现在的画面相比较 让人惊叹 江慧驻言有数 活脱脱就是歌后界的 动力美魔女 歌坛大卷大将会不但拥有动员歌艺 透过珍贵旧照 也让人见识到她青春不老的魅力 这段期望和贵人文加珍 台北长报道